賽道上引擎聲的嘶吼讓所有車迷熱血沸騰 這場國內唯一國際等級規格的賽事 ODI R8 LMS Cup 週末在屏東大鵬灣盛大開跑 業餘組部分由台灣品牌大使李永德 以單圈最快圈速1分40秒838的秒數 拿下總冠軍 未來希望帶領國內更多車手繼續爭光 本場賽事結束 李永德也確定以總積分一百九十四分 獲得業餘年度冠軍 當然除了本身優秀的操作實力 又要把功勞歸給後勤團隊 調教出征服刁鑽賽道的紅色長車 對 那大鵬灣其實一個蠻刁鑽的 他賽道雖然沒有很長的直線跟高速觀 可是他有很多小彎 但可是我們這台車雖然速度很快 可是在後面這些小彎還是非常的靈活 那這也是這台R8 LMS的特性 他不但有在高速彎有很好的抓地力 可是在小彎也非常的靈活 ODI R8 LMS Cup 連續兩年在臺灣舉辦 現場還開放觀眾體驗場車 感受奔馳在賽道上的刺激快感 另外更少不了香車配美人鏡頭 為比賽畫下完美句點 也期待最終戰的上海車手們能再闖家機 我來提供新聞採訪報導 當然 感谢观看